秀色舞俗氣,全歸紅妝素鵝味 什麼你是鵝味的?我是舞妝的 我說什麼門派都不要緊,最緊要不要空洞派 好,那我們武林大會再見 請 謝謝 她把我打扰了 我被打扰了 我把我打扰了 有谁大奥通过好饮用 哈喽跟蹂打扰 我把你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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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你打扰了 我把你打扰了 我把你打扰了 你们居然找到这个 你们居然找到这个 我觉得好恶心 我就不看 当远远有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资料会在什么情况下 然后会看到当年的自己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不是你吧应该 就很乖啊 不是你 好胖啊 就连整个冲起来 好肥啊 然后笑得就僵硬这样子 永远就这样 永远就这样 嘴巴会大 那会有多少斤啊 都过120吧 跟现在一样 不可能 我的重量跟现在一样 我在想有可能是那种水肿脱掉了以后 因为有时候你的脂肪骨头的比例会改变吗 对 女孩子的那种状态下 就周围全是很漂亮的女生 就可能本来我在自己的这个群体当中 我是很出挑的 但突然间所有都是最美的会在一块的时候 就那种比较心理会觉得有点失落啊 或者是 我在自己群体里也不是很出挑的时候 你看那样子 所以我没有那种信心的落差吧 然后我最大的目的是可以去桂林玩 你看我们唱歌嘴巴长得很大 大家在那个 那是在桂林 我从来没去过 最后那一段派的女孩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说就是你去选就可以去桂林免费的旅游 所以 关键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很关键 我觉得主办方听到这个旅游应该会哭啊 不好 但当然 其实选美亮光环的女孩是女孩都会有一点觉得嗯 好像挺有趣的 但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这样的 就一个梦想 好演 很多人会好奇 觉得很神秘 对感觉 或者有没有灶麻 还有人会说有没有黑幕啊 那种对不对 很多人喜欢问这问题 出展嘉雞 很怎么说 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其实如果 起码我们那儿的选美 我不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我们那儿选美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公正的 但是呢 并不是你在台上那一刻是被选 就不是那一个晚上 而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 你一踏入那个环境 已经开始被筛选 一直在被考察 被考察 我觉得是这样 就一直在被观察 就可能比如说你插个队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一场小表现会影响 会 所以你如果在那个集中营训练一个月 你就要一个月都保持状态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子 有那种暗叹吗 是那种像无间道一样吗 有啊 就是乔装打扮 然后就再盖进去 我觉得有 就是那些化妆师啊 造型师其实都是暗叹 就你的平时的为人啊 借物 他们都会传来传去的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的 就是你想想也是 你在那个台上几分钟的时间 可能那么快 嘉宾根本就看不清 就十几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